1910年,23岁的赛涛前往巴国考察陆军 此时,年纪轻轻的他已是训练禁卫军大臣 当到达法国时,赛涛一行在巴黎南郊的机场观看飞机表演 在这里,他与飞行员阿尔弗雷德勒布朗进行交流 赛涛一行又前往俄国,并在圣彼得堡的尼古拉斯车站下车 他一身戎装前往圣彼得堡的战神广场观看这里消防队员的表演 随后,赛涛向接受检约的俄消防队进军里 并与俄国高级军官合影留念